咱们今天讲一个关于凶宅的故事吧 2013年 在天涯论坛的联盆鬼话板块上 一位叫做利赫居士的网友 发布了一篇名为 2007年 我在郑州开公司时 碰到了一些灵异式的帖子 据楼主说 自搬家的那一天起 一直到后来公司破产 全程诡异现象不断 甚至还曾经发生过多人撞邪的事件 从帖子中不难看 楼主对于此次事件的虚析 换句话说 如果楼主当年和两个合伙人 能够重视这个问题 可能也不会输得那么惨 而整个事件最让人无语的是 楼主他们租的那间办公室 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凶宅 在此之前 也没有发生过任何的非正常死亡事件 而真正出问题的 其实是他们隔壁那间 空置很久了的1204 楼主他们租的房间是1205 那么 为什么明明出事的是1204 而闹鬼的房间却是1205呢 整个帖子看下来 也属实让老王都忍不住 是几倍发凉 汗毛指数 为了尽可能地还原帖子的内容 这里我就用楼主的第一视角来还原整个故事的原貌 我是一个软件工程师 那是好听的说法 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苦逼的程序员 不过我已经是个管理者了 每天就在和用户打擂台 组织人员开发这么一个简单的循环中转来转去 在物价飞涨的压力之下 在房价日高的逼迫之下 再加上哥们的再三劝诱 我终于下定决心 跟两个哥们合股注册了自己的公司 2007年初 我投入了6万资金 加上自己的技术 持有16%的股份 老大51% 老二33% 所以老大是公司的实际掌权者 春节刚过 我们就筹备开张 老大已经选中了紫荆山路上的一座商务楼 具体名字我不便多说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商务楼是原住性的 中间是楼梯间和电梯景 商务间环形分布成一圈 在当时这种造型是颇为时尚的 而且这座写字楼本身在郑州 也比较有名记 当然租金也很高 我们的资金并不充裕 事实上应该说相当匮乏 可是那时的我们都年轻 浩大喜功 事事追求有面子 所以就选择了那里 老大约了我和老三一起去看房间 老大还带了他的女朋友 我们的房间号是1205 我们一行四人来到房间门前 在老大开房间门的时候 我习惯性地看了看两边的房间 右边是一家美甲店 亮着橘黄色的灯 非常温馨 左边的房间却是黑洞洞的 也没有门牌 这座商务楼就是这种设计 迎着房门的地方都是不透光的 必须依赖人工光源 我估计左面这个房间还没租出去 当时觉得有点奇怪 这座商务楼地段非常好 熟悉郑州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紫荆山部是郑州最繁华的路段之一 加上这座商务楼服务好 设施权 所以虽然租金高 但是一向都非常抢手 怎么会有房间租不出去的情况呢 但当时没多想 就随着老大看我们的房间去了 刚进房间 我看见老大的女朋友用手抱着肩膀揉了几下 还嘟囔了去什么 我没听太清 好像是说什么这么冷之类 听她这一说 我也觉得刚才在门前的时候 就觉得冷得刺骨 进了房间就好一些了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中央空调开了 但那种冷和我们平时因为气温低造成的寒冷不一样 是一种透骨的阴冷 我们看了看房间 条件还算不错 之前是一家美容媒体店 老板是个女的 因为经营不善 提前退租了 所以里面已经做了装修 老大请人修整了一下 又买了需要的办公用具 安排了一间她的独立办公室 然后她大大咧咧地一屁股坐进老板椅 高呼一声 兄弟们 我们要在这里打出一片我们的天空 老二甩了根烟给她 也坐进了沙发 两个人开始一边抽烟 一边憧憬自己的美好未来去了 我也不爱聊天 尤其是不抽烟 所以就走出了房间 老大的女朋友也捂着鼻子走了出来 老大的女朋友叫小兰 我冲她招招手 说让她们抽烟吧 我们去拜访一下邻居 小兰应了声好 然后一蹦一跳地跟我走出了门 左面没人 我见她往左面的房间里看 就叫了她一声 却见她仔细地爬在玻璃门上 往里面看了一眼 这才跟我走过来 我们进了右边的美甲店 几个美甲师立刻迎了上来 您好 想做美甲吗 欢迎 我见误会了 连忙向他们说明我们是新班来的 今天来做个礼节性的拜访 哦 这样啊 看得出来 他们有点诧异 的确 现在社会都比较冷漠 基本上都是无力不起早 这样对邻居做礼节性拜访的人 恐怕已经很少了 知道来以后 他们明显地对我们失去了兴趣 突然 一个美甲师仔细看着小兰的手说 美女 你的指甲怎么保养的 这么有光泽 小兰一愣 随即抬起了手 说 没怎么保养啊 那个美甲师立刻不失时机地 拉过小兰的手 怎么可能 你们看 是不是比有些天天做保养的人还要好 小兰立刻嘻嘻哈哈地 跟他们聊到了一起 我一看完了 美甲店又是一次成功的营销 不过反正不是我老婆 又不花我的钱 我正要打个招呼先走 里面的门帘一条 走出一个穿制服的少女 有人立刻告诉他 店长 这是新搬来的邻居来拜访我们的 他看了我一眼 冲我优雅地鞠了个四十五度的躬 说道 新邻居啊 那以后请多多关照 我略有些慌乱 连忙点了一下头 也请您多多关照 您做哪方面业务 他淡淡地笑着问 我们做IP的建设网站 开发软件之类 哦 都是高科技的产品 您是几号房间 我想了一下 说 1205就在隔壁 哪知道我刚说完 店长的脸色就变了 1205 那你们隔壁不就是1204吗 他话一出口 连那几个刚才还叽叽喳喳 向小兰推荐护甲套餐的美甲师都不说话了 像看怪物一样盯着我 有什么不对吗 我莫名其妙地问 店长脸上一阵尴尬 没什么 没什么 谢谢您的拜访 我还有事 失陪了 说完又向我鞠了个躬 就转身进了里间 气氛完全变了 那几个美甲师也不向小兰推荐护甲了 都一个个转身进了里间 只剩下一个小姑娘站在那里 冲我们尴尬地笑 我和小兰互相看了一眼 一起走出了美甲店 小兰低声对我说 他们好像对1204有什么看法 我点点头 这时我们已经走到了1205的门前 我转身要进门 小兰却一下跑到1204门前 趴在玻璃门上往里看 正在此时 我的电话响了 我一看是女朋友打的 电话接起来 我刚说了两句话 突然听见小兰的一声尖叫 我连忙跑过去 只见小兰背靠着墙 脸色苍白 瞪大了眼睛 盯着1204的玻璃门 看她的样子 明显是受了惊吓 我女朋友也感觉出不对了 电话里一个劲地问我怎么了 我忙告诉她 小兰被吓着了 我得照顾下 等会再打给她 然后挂了电话 又冲里面喊了一声 叫出了老大和老二 老大把小兰扶回屋里 我给她倒了杯水 小兰这才平静下来 看着我们说 那屋子里有人 有人 什么有人 老大还没反应过来 有个女人 小兰哆哆嗦嗦地说 我看了老大一眼 有人不奇怪呀 可能也是租房间的人啊 不对 不对 肯定不是 小兰急切地说着 老大发作了 靠 什么玩意儿 我去看看 说着就向门前走 别去 小兰都带了哭腔了 我连忙拍了一下 她的肩 说 没事 我跟她一起去 小兰这才不说话了 我走到门前 老大正趴在 1204的玻璃门上 往里看了 我也凑过去 怎么样 老大说 黑过隆隆的 啥也看不见 我也趴在玻璃上 看了一下 里面黑洞洞的 只能勉强看清 有个前台 还有几个倒着的花篮 靠近门前的地上 乱七八糟地 扔着一些杂物 里面就看不到了 哪有什么人啊 这傻妞看花眼了吧 老大站直身体 看着我 我摇摇头 回去问问 老大转身要走 我想起来 刚才在美甲店里的遭遇 就问老大 你怎么选了这个房间 老大一摆头 你不知道 我来的时候 大厦里的人 还给我推荐 这个1204房间呢 我现在带着个4 不吉利 就没要 他们才告诉我 1205也能租的 再往楼上选 租金更贵 我就挑了1205 小兰已经好点了 见我们回来 用寻闷的眼光 看着我们 老大一屁股 坐在她旁边 说道 没人啊 你看花眼了吧 一惊一乍的 小兰低下头 不吭声了 我忙轻声问她 小兰 你看到什么了 小兰等了 足有一分钟才说 里面站着个女人 然后就不肯再说了 老大说 瞎扯 我怎么没看见 我连忙对她 使了个眼色 老大才不往下说了 小兰 那女人怎么了 我尽量用温和的语气 对她说 小兰厌恶的摇摇头 再也不肯说话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反正从那以后 直到我们散伙 小兰都没有再来过1205 她究竟当时看到了什么 为什么被吓成了这个样子 我一直都不得而知 如果说当时是小兰 看花了眼 出现幻觉了 这个事还能说得过去 可接下来发生的 一系列现象 就真的无法用科学解释了 这个是老大发生的事 我们的公司正式开张以后 业务一直不是太好 头两个月只有一笔入账 没当老板之前 我是没有这种体会的 我以前只看到老板的风光 却体会不到当老板的压力 如果顺风顺水 生意兴隆还好 可是像我们这样不赚钱 就让人受不了了 房租 水电 员工工资等等 每天都有庞大的支出 可是这个支出 却没有相应的收入来补足 我们都开始焦躁起来 账目上的资金 已经捉襟见肘 别看我们每天 依然意气风发的开晨会 搞激励 联系业务 可事实上 三人心里都跟着了火一样 老大是个急性子人 面对这种窘况 早就耐不住性子了 急早加上 本来她的脾气就不好 据说她跟小兰 吵了好几架 恰巧有个长远式的客户 联系我们有笔业务 老大当然不能放过这笔生意 第二天就开上车去了长远市 结果差点闹出人命 后面是她回来给我们讲述的经过 为了阅读方便 我以她的口吻来叙述 第二天 我直接开车上了高速去长远 其实我心里一直堵了个疙瘩 因为我头天晚上做了个梦 梦见我开着车 中午的时候 觉得饿得要命 就把车停在一个地方吃午饭 吃完饭准备上路 刚启动汽车 突然一个小孩冲到车前 我来不及刹车 把小孩撞到了 然后我一下就惊醒了 这个梦特别清晰 尤其是那个小孩 带着一个红肚兜 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二天 我一度犹豫 到底去还是不去 我怕出事 可是想想公司的经营情况 这么差劲 我还是不想放弃这笔生意 所以我暗中决定 小心小心再小心 如果看到有带肚兜的小孩 我就停车不走 我小心翼翼地上了高速 中午很快到了 早上我心情不好 也没吃好饭 这会儿饿得眼睛发蓝 恰巧到了一个服务区 我连忙把车停进去 打算吃饭 但是就在下车的一瞬间 我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太像了 简直跟我昨天梦里的情情一模一样 我的前面停着两辆大货车 右边是一辆黑色奥迪 甚至连服务区超市的大门都和梦里一样 一扇半开一扇关着 我本打算不吃饭了 开车继续走 可是上了车我又犹豫了 我左看右看 我怕我一发动汽车 那个小孩就会冲出来 犹豫了片刻 我还是决定先吃了饭再说 因为满腹心事 说实话 这顿饭我也吃得索然无味 吃完饭刚走出服务区的门 我立刻注意到外面的停车场上 站着一个中年妇女 她还领着一个小孩 更加恐怖的是 那个小孩就穿着一个红肚兜 看到他们 我反而不害怕了 因为不管眼前的事有多么诡异 但我能够直接面对 这感觉比虚无缥缈的担心要好得多 我决定不走了 我就坐在台阶上 我准备等这对母子走了以后 我再走 宁愿多耗一点时间 哪怕今晚就住下了 也比出事强 我等了有一个小时 那对母子也没有走的意思 我迈不住性子了 我突然想起件事来 忘记了是听谁说的 说一个开业车的司机总是出现幻觉 觉得一个白衣服女孩倒在她车轮下 后来在路上真的看见一个骑自行车的白衣服女孩 在她前面走 于是这个司机就想到了办法 她拦下这个女孩 无论如何要买下女孩的外衣 这个女孩拗不过她 把外衣卖给了她 她让这个女孩先别走 然后把女孩的外衣放在路中间 开着车压了过去 然后她跳下车 把压过的衣服又还给了女孩 这才开车走 果然一路平安 想到这里 我打定了主意 我去跟那个孩子的母亲交涉 要买孩子的肚兜 要多少钱随她便 开始那个妇女不答应 那个小肚兜是她家自己做的 估计十块钱的成本都不到 后来我给了她二百块钱 她动心了 我兴冲冲地拿过肚兜 铺在车轮前面 准备压过去 我想这样就能破掉这个结束 哎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 就在我刚起动车的时候 那个小孩一眼看见了自己的肚兜在地上 竟然摇摇晃晃地跑过去要捡 我一看不好 拼命地踩刹车 可是还是来不及了 孩子被撞倒了 那一刻 我大脑一片空白 直到那个妇女哭喊着 抱着孩子踢我的车门 我才反应过来 我赶紧跳下车 看见那孩子满头湿血 经过医院的检查 还好 因为是刚启动汽车 车速很低 加上我又及时踩了刹车 孩子的伤势并不重 基本只是皮肉伤 但是孩子太小 需要在医院静养隔把月 后来跟对方的家长协商后 我给了他们一万块钱 双方私了 讲完之后 老大点上一根烟 不再说话 对于神秘的梦境 科学界有很多解释 最著名的 恐怕要属服洛伊德的著作 梦得解析了 这本书我也读过 它的确能解释很多梦境 但我觉得 这些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就老大这件事来说 他的梦成了对现实的预测 这是用任何科学理论都解释不了的 好在那个孩子没大事 听完这件事 我只能感叹 冥冥至终自有天意 好多是真的不是我们人能左右的 庄子也说过 六合之外 存而不论 对于这些无法解释的事情 我们还是怀着敬畏之心吧 鬼打墙 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 城市里比较少见 而在乡村 山区等等比较荒凉的地方 经常会出现 但是我竟然在办公室里碰上了 自从我们搬进1205之后 我发现 那间诡异的1204房间 一直没有租出去 而那家 每假店每次下班 都是一大帮小姑娘 叽叽喳喳一起走 从没有见过哪个人落单的 还有一个特点 这一层一共24间商务间 每天办公的人不少 白天人来人往 很热闹 一到晚上七点 所有的单位都关门走人 只有我们三个合伙人 有时候会晚走 而且所有的人 晚上都会刻意避开1204的房门 都聚集另一组电梯 我们三个也谈过这事 都认为1204有点邪性 可是目前我们签了半年的合同 不可能搬走 加上年轻人又都胆子大 就没把这是当回事 那一天我晚上加班 干活干到十点才关电脑 准备回家 我是那种比较谨慎的人 晚上走之前 我都会把电闸拉掉 电闸在办公室靠里面的位置 我把电闸拉掉之后 整个办公室立刻一片漆黑 我摸索着向大门走去 我估计 当时整个楼层除了我已经没人了 周围漆黑一团 伸手不见五指 而且安静地可怕 我摸着黑 一点一点地向着大门挪过去 可是我走了差不多有一分钟了 还是到不了大门前 我心里一阵奇怪 办公室那么点距离 平时几步就走过去了 今天是怎么了 我心里一急 掏出了手机 07年的时候和现在可不一样 那时候几乎没有智能手机 普通人用的都是功能机 这时手机屏幕亮了起来 一点悠悠的白光 照亮了眼前一小块地方 我竟然发现 已经走了一分钟的我 还在那个电闸下面 原地没动 这怎么回事 我开始怕起来 我挥手合上电闸 准备打开灯看看 因为当时我已经很害怕了 可是我合上电闸后 任凭我怎么驱动开关 急盏灯竟然完全不亮 我开始不知所措了 恐惧和黑暗 一重一重地包围着我 我尝试着拨打电话 但是无论我拨哪个号码 都是无法接通 难道我走不出去了 我心里莫名地涌起来一股 完全绝望的感觉 我无法解释 为什么会这样 但是我当时真的有一种 一丝了之的想法 当时的我甚至准备 给家里人发短信 向他们留下一眼 就在这时 突然我脑子里灵光一现 我猛然间想到 这就是传说中的鬼打墙吧 我想起来 老人曾经说过 人怕鬼三分 鬼怕人七分 这个时候 我若他就强 我要坚定信念压倒他 想到这里 我豪气顿生 当下也不顾形象 破口大骂 我平时比较内向文雅 无论多么生气 从不骂人说脏子 今天可不顾一切了 对方十八代祖宗里的女性 都被我问候遍了 请朋友们 不要怪我粗野 您难以体会我当时的感觉 孤立无援 束手无策 咒骂已经是我当时 唯一能想到的事情 那是我最后的救命稻草 奇迹发生了 几分钟后 挥手一按开关 灯亮了 办公室里被照的通亮 当时我真的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 我连灯都没关 急不逃离了办公室 直到走到人来人往的紫荆山路上 我才常常出了一口气 对于刚才的经历 真的像是做梦似的 我甚至会觉得 是不是自己出现了幻觉 刚才发生的一切 不过是自己一想出来的而已呢 可接下来经历的一件件诡异的事 似乎都在向我印证着 这一切 没有那么简单 曾经听到过一种说法 一天之中阴气最重的时候 并不是夜里 而是中午刚过的时候 我并不同意这种说法 我认为 正午 也就是十二时晨中的午时 大约是十一点至十三点 这段时间 是一天中阳气最重的时刻 对应四项中的致阳 根据阴阳转化的规律 此时阳气开始减弱 而阴气开始逐渐增强 到了夜里子时 也就是晚上十一点 到次日凌晨一点 阴气达到最盛 对应四项中的致阴 这个时刻 才是一天中阴气最重的时刻 但是的确有不少人 曾在午后这段时间 碰到灵异事件 我们公司的那一群小姑娘 就碰到了一次这样的事 当时为了做一些接待电话之类的事情 我们招聘了一个小姑娘来做内勤 因为工作简单 要求也不高 就招了一个刚毕业的学生 姑娘叫小丽 学的是文秘专业 她不是本地人 租的房子又远 中午就不回家 吃过午饭 就在办公室里休息 当时公司人也不多 中午经常只剩下她自己 所以到了中午 她就会锁上门 关了灯 躺在沙发上睡一会儿 这天中午 她和平时一样 仔细地锁好了门 又关了灯 然后就躺在沙发上 盖了件衣服睡着了 可是 她迷迷糊糊地刚要睡着 就觉得腿上被人拍了一下 她吓了一跳 睁眼一看 什么人也没有 她虽然有些疑惑 但是困意正浓 怀疑是自己的错觉 就闭眼又睡 还是刚要睡着的时候 啪 又被拍了一下 小姑娘吓坏了 看看四周 光线虽然昏暗 可是还能勉强看清 屋里根本没有人 她仗着胆子喊了一声 谁呀 周围静悄悄的 她不敢睡了 正准备起身查看 突然 正对着她的一张 办公桌上的电脑 突然亮了起来 那台电脑中午没人用 处于休眠状态 好像是有人动了一下 鼠标或者键盘 把电脑给激活了 一片幽蓝的光线 把办公室照得十分诡异 小姑娘心里一阵发毛 她本能地把衣服抱在胸前 站了起来 正在她不知所措的时候 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那张办公桌后的椅子 也只扭响了一声 本来是侧对着她的转椅 竟然自行转了过来 变成了正对着她 还滋滋扭扭地晃了几晃 据那小姑娘自己的描述 当时的情景 就好像是有人坐在转椅上 转了过来面对着她 但那椅子是空的 碰到这样诡异的事情 谁能受得了 那小姑娘吓坏了 啊的叫了一声 扔下衣服就跑 跑到门前才发现自己 把门反锁了 要是还扔在沙发上 她拼命推了几下门 出不去 竟然一边锤打着门 一边大哭着喊起来救命 正巧隔壁没假店的店长 从走廊上路过 看见情况不对 急忙给保安打了电话 两名保安上来后 同样打不开门 那小姑娘死活 不肯再回里面取钥匙 店长又赶紧给我打了电话 当我疯疯活活赶过来打开门 那小姑娘几乎是从里面扑出来的 站在人群中间 连话都说不出来 隔了好半天才说离句 有鬼 我当时注意到 保安的脸色都很阴沉 两个保安跟着我在公司里面 到处检查了一遍 主要是确认一下是不是有贼 我看到小姑娘 情绪太不稳定 就让她男朋友 把她接走了 第二天 她就向公司辞职 临走前 才心有余悸地告诉了我 整个事情的经过 话说07年的5月 我们买了自己的服务器 服务器装完之后 已经比较晚了 我带着两个技术部的员工 做了些调试 然后我就催促他们先走 我最后锁门 我刚刚从屋里出来 却看见他们两个人脸色傻白 慌慌张张地跑回来 怎么了 看你们跟见鬼了一样 我平时比较随和 员工们都敢跟我开玩笑 所以我跟他们说话也很随便 他们说话都有些结巴了 王总 真的有鬼 我没笑他们 因为经历了几次灵异事件 我知道这里确实不正常 到底怎么了 我急忙问 我很担心他们出什么事 其中一个人抬头看了看 天花板上的灯 因为已经到了晚上 基本已经没人了 所以大厦为了省电 减少了走廊上开灯的数量 都变成了隔两盏灯亮一盏 这样一来 走廊上就显得比较昏暗 他们两人正往电梯间走 因为是搞技术的人 都相对内向 两人也没说什么话 就闷头走着 突然 两人同时发现一个 白衣长头发的人影 冲着他们两人中间 以不可思议的高速冲了过来 两人啊的惊叫了一声 本能地向左右一闪 那个人影从他们中间闪电一般 一晃而过 两人在回头看时 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整个过程不足一秒钟 两人都惊呆了 被视一眼之后 都反应过来 两人不敢再走 匆匆忙忙又跑回了办公室 你们看清人影什么样子了吗 我问 两人摇摇头 一个人说 太快了 我们都反应不过来 就看见一身白衣 长头发 脸被头发遮住 我安慰了他们几句 赶紧带着他们 离开了办公楼 不过他们到底是年轻人 不那么害怕 第二天还把这事当炫耀的资本 讲给其他的员工听 我叫上老大老二 开了个碰头会 讲了这件事 老二闷头不语 老大想了半天后说 我没有搬走 也得到合同结束了之后啊 你们都知道 我们现在的经营情况 我们实在是没钱在折腾了 老二也点头说 再说 虽然有些吓人 可是也没伤害我们 就算真有不干净的东西 也跟我们无关 我们跟他无冤无仇的 我说 关键是他怎么总找我们麻烦 小兰第一天就在1204 看见了什么东西 他还不肯说 我碰上鬼打墙 昨天他们又出了这回事 谁也不知道 以后会怎么样 老二皱皱眉 要不 请个懂的人给看看 老大一脸比一的说 什么年代了 你还信这个 不怕人笑话 老二碰了个软钉子 不吭气了 我说 这个1204 是不是发生过什么事 我们是不是查一查 老大说 好吧 我打听打听 其实我当时 从那个美容店老板手里 租过来的时候 等等 我打断了他 你从美容店老板手里租过来 那么说 这房子是转租的 老大点点头 我心里不由得一阵恼火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我还以为你是直接从大厦里租的呢 老大有些尴尬 也不是刻意瞒你 因为这不是什么大事 这里的房间这么枪手 转租也只是贵了一点点而已 那老板也没多要 而且他都装修过了 我们稍微整整就行 我觉得这不是省了装修的钱吗 老二当时也同意了 这下我更恼火了 原来你们俩都知道 就瞒着我一个人 老二赶紧打圆场 不是要故意瞒你的 我们真不觉得这是什么重要事 后来就忘了说了 我压了压火器 想想也的确 这确实不算什么大事 所以我也没再说什么 但从那时开始 我再也不和朋友合股搞企业 有时弄得不好 既损钱财 又伤感情 老大接着把他的话说完 我租过来的时候 也不知道有这么多事 我再去问问那个老板 一个周末 员工们都休息了 我们三人没休息 照样来到公司 上午十点多 一个打扮时髦 而且媚态十足的女人进了公司 进门之后 从我笑了笑 就进了老大的办公室 她就是原来美容店的老板 也就是我们的二房东 老大昨天打了电话 把她约来了 一来接一接租金 二来老大要问问她1204的事 我在外面忙 大约过了15分钟 就听见老大在里面吼了起来 他们关着门 我听不太轻 只能听见老大说什么 你早知道不对劲 还租给我之类的话 老大是个火薄脾气 我真怕她控制不住 闹出什么事来 我看了看老二 他埋头看着电脑 完全不动声色 又等了几分钟 老大那里反而静了下来 我越发担心了 正要说话 突然老大办公室的门 砰的一声打开了 那个女老板气冲冲地走了出来 到门前还回头说了一句 你给我等个瞧 老大在里面怒吼一声 我等着呢 这时老二才站起来 问老大 怎么回事 老大气哼哼地来了一句国马 然后才说 1204一直都不正常 他自己干美容院的时候 就不断出事 后来把美容师们吓得都不来上班了 他是没办法才转租的 小鬼子的 当初不告诉我 你们起冲突了 我问 老大说 我就吼了他两句 那么贵的租金啊 他还威胁我 老子也不是第一天在社会上混了 谁怕谁啊 可是我们想错了 这个女人真的不简单 一个小时之后 大约11点 那个女人带着七八个人 闯进了办公室 有几个还拿着钢管 那女人进门 就冲我和老二喊 没你们的事 滚一边去 这时 老大正好从办公室走出来 那女人一只老大 就是他 他带来的人立刻冲过去 把老大按在椅子上 那女人也不客气 走过去 劈面就打了老大一个耳光 这时候 三四个大厦的保安赶了上来 原来女老板这一帮人 气势汹汹地往大厦里一闯 引起了保安的注意 他们爬出事 一起跟了上来 几个保安见识不好 立刻把按住老大的人拉开 我一看是个机会 马上把老大拉起来 老大眼睛都红了 抓过一把椅子就要拼命 我和老二死死拉住他 把他拖到了里屋 几个保安还算有经验 立刻站成一排 把门堵住 老大瞪着眼睛 呼呼地喘着粗气 我一边拉住老大 一边冲老二喊了一声 报警 老二反应过来 掏出手机报了警 那个女人在门外嚣张地喊着 你报警算个屁 老娘背后有的是人 有本事你去告 整不死你们 保安们拼命阻拦 可还是没拦住 那帮人冲了进来 我和老二去阻拦 我被推了跟头 摔在枪角 肚子上被踢了一下 疼得我直不起腰来 老二挨了一拳 摔在沙发上 老大已经被他们按倒在地上 一阵拳打脚踢 他们还算有分寸 没有用武器 打的也都是不致命的地方 整个过程没超过五分钟 这帮人看来是很有经验的 赶在警察来之前 就迅速分别走散了 其实警察的出警 还是比较迅速的 从我们报警算起 大约十分钟就赶来了 我和老二没什么事 老大的伤比较重 被送到了医院 但经过医院检查 也都是皮肉伤 医生要求老大住院 老大已经处在暴怒之中 在我们和民警的再三劝说下 这才安静下来 他给几个朋友打了电话 能自己开起来 公司的人都不简单 老大有他的背景和关系 如果不是因为这一点 我们三人也不敢贸然 就开始创业 老大电话里说了 好一阵才作罢 派出所又给我们做了笔录 我和老二商量了一下 这毕竟不是好事 也怕影响员工情绪 况且办公室里 也砸了个乱七八糟 没法办公了 我给几个员工 分别打了电话 告诉他们 公司要简单装修一下 放假三天 我和老二第二天就开始收拾办公室 忙活到下午五点 我电话响了 我一看 是哪个美甲店的店长 因为一些原因 后来我们有过好几次接触 现在已经比较熟悉了 他叫小新 他也听说了我们公司昨天的事 主要是问候一下 我谢过他之后 终于问出了那个长久以来 让我骨梗在喉的问题 一二零四究竟怎么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 其实我现在就在店里 但是我宁愿打电话过去 也不想踏进你们的门 因为你们那房间里不干净 我早就想到这一点了 虽然受了十几年的无神论教育 可我对那套理论并不认同 我相信 在科学之外 肯定有很多我们未曾探知的领域 盲目地相信科学 不也是一种迷信吗 况且我们都生活在现实中 相对于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事实 无神论显得很是苍白和幼稚 在我的再三要求之下 他终于答应 把知道的事情告诉我 我们约在楼下的咖啡厅见面 我太想知道事情的经过了 毕竟这牵扯着我们三人的心血 和那么多投资 尤其是我 我的投资都是女朋友资助的 如果赔进去 我怎么跟人家交代 我在咖啡厅心急火了的 足足等了十五分钟 小欣才进来 他冲我歉意地笑了笑 然后在我对面坐了下来 他喝了一口卡布奇诺 才慢慢地说 我到这个店当店长的时间并不长 这件事情我也是听别人讲 我知道的也不多 简单地告诉你 1204死过人 我浑身一冷 没说话 小欣继续说 听说1204原来也是一家公司 后来公司的老板有了外遇 他有钱又有势力 所以明目张胆的和勤人出双入对 这么一来 他的老婆自然不愿意跟他闹了好几回 可是他根本就不怕 而且听说 他那个情人也很强势 后来他老婆无可奈何之下 寻了短见 就在1204里自杀了 从那以后 1204就不太平了 后来那老板把公司也关了 小欣抬起眼睛看了看我 不再说了 我催问他 没了 小欣优雅地耸了一下肩 我就知道这么多 这不是什么好事 消息很快被封锁了 否则这楼上的房间还怎么租 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我不明白 事情发生在1204 为什么我们1205房间频频出现怪事 你们店里不是什么事都没有吗 小欣随意地甩了一下长发 我们店没事 其他房间都没事 就是1205 你们来之前是个美容院 那女人死后 美容院闹得厉害 我的一个美甲师 还亲眼看见了一件怪事 为了讲述方便 下面我就直接用小欣的口吻 附述他当时的话 我刚到这里 就有几个美甲师告诉我 我们店每天晚上七点 必定关门走人 而且大家一起走 不要裸蛋 我当时很奇怪 就问他们为什么 因为你也应该知道 晚上七点以后 也会有生意的 有些客人会下了班来做指甲 所以七点关门的做法很奇怪 他们才给我讲了1204的事 而且 一个美甲师还亲身经历了一段无法解释的怪事 这个美甲师叫小梅 一天晚上 大约八点左右 小梅到走廊上想休息一下 恰好看到1205的一个美容师 在走廊上接电话 估计没有客人 美容师们都比较闲散 因为是邻居 所以两人也相互认识 那个美容师还对他笑了笑 就继续讲电话了 大概是说得高兴 那个美容师竟然不知不觉地躲到了1204的门前 因为1204刚死过人 所以大家对那里都有点怕 小梅想要提醒他 可是看他电话打得热闹 又没法说 就在他电话打完的一刹那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那个美容师突然低着头站在那里 不动也不说话了 小梅觉得奇怪 就叫他说 你怎么了 那个美容师古怪地嘿嘿笑了几声 还是低着头不看人 说 我没事 好着呢 他的口音已经变了 他平时都说普通话或者方言 这时听他的口音怪怪的 反正绝对不是他平时的口音 说着还掏出一个小手帕 左右手各捏着一个脚 在脸前甩来甩去 小梅继续问他 你到底怎么了 我看你不对劲啊 那个美容师还是那个样子 用怪怪的口音说 我没怎么 我好着呢 同时还是在那里甩手帕 小梅太年轻 虽然感觉蹊跷 可是束手无策 正巧我们店里打扫卫生的吴阿姨下班出来了 小梅就拉住吴阿姨 指着那个美容师说 吴阿姨 你看他怎么了 我怎么觉得他不对劲呢 吴阿姨年级大 经历的事情多 比较有经验 他仔细看了看那个美容师 突然就恶狠狠地朝他逼了过去 那个美容师一步一步退到了墙角 吴阿姨大声地问他 你是谁 你从哪来的 那个美容师不说话 吴阿姨又大喊一声 你快走 不走我掐你 说着用手去掐那个美容师的人中 那个美容师用手一挡 又黑黑笑了笑说 我走 我走 说着就没动静了 那个美容师这时候 大梦初醒一样 奇怪地看着吴阿姨和小梅 还奇怪地问 小梅 你们干什么呢 口音也正常了 小梅这才松了一口气 问他刚才怎么了 那个美容师说 没怎么样 我就记得再接电话 接完之后 就觉得迷迷糊糊的 然后就看见你们了 按照吴阿姨的说法 他是被鬼附身了 这件事一传开 很多人都怕了 一二零五的美容师们都吓得不行 其实不止这一件事 那个女人死后 美容院里被闹得天翻地覆 美容师们一个一个都辞职了 美容院开不下去就关了门 至于为什么这个 我们姑且叫他鬼吧 为什么他一直骚扰一二零五 是不是一二零四死去的那个女人 和一二零五也有什么渊源 我就不得而知了 听小新讲完 我心里沉甸甸的 我们怎么租了这么一个倒霉的房间 我赴了账后 和小新一起走出咖啡厅 外面已经黑了 我抬起头 正好能看见一二零四的窗户 黑洞洞的窗户里 似乎隐藏着无穷的秘密 一阵凉凉夜风吹过 小新回头看了看我说 也许我这话不应该说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能撤股 还是尽早走吧 那里不适合再待下去了 我叹了口气 小新知道我心情不好 笑着说 跟我上去吧 我给你画个指甲 在你的无名指上 画个金色的佛字 我笑了笑 那是干什么 他却很认真地说 有个富商就是这样 在我们店里画 每次都在指甲上画个佛字 他说 佛祖会保佑的 来吧 这个免费送你 我亲自给你画 我可是很少亲自给人做指甲的 我蜿蜒谢绝了小新的好意 目送他离开 我再次抬头看了看一二零四 不知道是幻觉还是真的 我似乎在那一片漆黑中 看见一个女人的身影 直挺挺地站在玻璃后面 后来我还特意 又约了小新出来 请他再回忆一下当时的情节 因为我希望尽量保持事情的真实性 另外据他说 当时的美容院里闹得很凶 所以我也希望他能多给我讲几件事 让我写出来 不过小新似乎不愿再回忆那些恐怖的事情 毕竟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我也只好作罢 死在一二零四的女人 为什么始终和一二零五过不去呢 对我来说 这是最大的谜团 老大和那个打人的女老板和解了 据老大说 对方的后台也很硬 否则他们也不敢那么嚣张 老大的朋友在中间给做了调停 那个女老板也向老大道了歉 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我们的公司又回到了正常状态 我本以为可以集中精力 好好解决一下我们面临的困境 可是没想到 这一次轮到老二倒霉了 说起来老二 我很少描述他 他比我更不爱说话 但他属于那种茶壶里煮饺子 心里有数的人 他已经结了婚 而且据说他对老婆挺不错 可是后来我和老大偶然发现 这一家伙其实十分花心 他竟然有小三 说起来 这是他个人的私事 我管不着我也不该去抖人家的隐私 不过下面的这个故事 就是老二和他的小三碰上的 一天晚上老二又约了小三出来 我猜他是想向小三炫耀下 自己当上老板了 所以趁晚上没人 把小三叫到了办公室 碰到了这么多事 而且还知道隔壁死过人 一般人恐怕都不敢晚上再来这里了 可是老二也是色胆包天 照样兴冲冲地带着小三进了办公室 具体情况就不知道了 反正他少不了一番自吹子雷 也没准俩人趁着激情 把办公室里弄得春光思溢呢 俩人完事之后 离开办公室 出了门 小三盯着1204问 这个是什么单位 老二神秘兮兮地告诉他 里面死过人 小三当然害怕了 一叠声地催促老二快走 老二也是逞能 想在女人面前表现一下自己的英雄乞丐 一边说着 有什么好怕的 一边透过1204的门往里面看 这一看可不打紧 给自己惹下了大麻烦 当时对面一座建筑物上的霓虹灯 正好透过了一束光 透过窗户 照在1204的地板上 老二清楚地看见 地板上竟然趴着一个女人 他心里咯噔了一下 知道不好 不敢再逞能 扭头就要走 就在这一瞬间 他突然发现那个女人动了 他清楚地看到 地上那个女人抬起了头 因为他正处在阴影里 只能看到一头长发 五官是看不清的 可是老二清楚地感觉到 他在盯着自己 一股寒意从腿部直涌上头顶 老二不敢再看 拉住小三就跑 站在电梯里 还双腿发抖 第二天 老二就病了 具体什么病我记不清了 反正非常危险 我和老大去看他 他趁着老婆不在的时候 告诉了我们整个经过 后来他整整在医院里 住了三个月 瘦得皮薄骨头 在我看来 老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下场 那是必然的 1204死去的女人 不就是遭到了老公的不忠 才走了最错误的那一步吗 老二自认为 自己做事密不透风 刚好就被这个女人给撞到了 也正应了那句老话 若要人不知 除非吉莫为 后来 因为老二糟糕的健康情况 他基本没有再参与公司的事情了 在之后 我和老大也都遭遇了诸多的不顺利 我女朋友也因为之后发生的许多 肥琐斯的巧合之下 认定我有了外遇 坚决和我分了手 再往后 公司破产了 我也背上了巨额的债务 远走他乡 靠着打工来建难的还债 闲下来的时候 我常常会想 到底是我们命中注定当有此劫 还是我们真的冲撞了某些东西呢 如果当初我们不租这个房间 是不是结果会有所不同呢 我也不知道 是因为我可以体会进去毫无所欲 因为我今天没有提供虫我 skinny